新北市長侯友宜原定要在衡陽路上的這一間餐館和議員們參序 傳出呢就是為了針對議程的變更要來進行討論 不過呢就在消息曝光之後呢最終侯友宜沒有現身 23號晚間7點鐘新北市藍營議員們接連現身在北市的這一間餐館 雖然沒看見侯友宜身影但低調懸在台北市 時間點又是在25號開議之前藍營總動員當然引發聯想 侯友宜沒有正面否認強調一切尊重議會 而根據目前議會程序4月25號開議後到5月初 將進行市政報告跟黨團代表質詢 一直到6月5號才進行市政總質詢 假如想在5月徵召侯友宜議程得往前挪最少一個月才能解套 現在傳出藍營將會以民進黨過度炒作大選影響意識為理由提出變更 因為民進黨現在都一直在一直都當賴清的打手嘛 就是一直要針對總統的話題啊 不斷的在炒作那不如就是總之群提前讓他們問個夠啊 那明天我們已經假期動員了 那變更議程是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根據新北議事規則出席議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就能通過而目前新北議會一共六十六席 其中國民黨團就佔了三十二席 民進黨二十八席 假如藍營再加上幾位無黨籍議員結盟 就會過半一旦藍營停案通過 等於侯友宜在這個會期中 只要進議會六到七天 我覺得這完全是藐視民意 漠視民意 而且也是藐視應會的做法 那我們會嚴正的反對 那也會堅持到底 綠營喊話反對到底 但想解除侯友宜的市政緊箍咒 調整議程時間 對瑕疵人數優勢的藍營而言 勢在必行 華視新聞 張新聞 林志淳 台北報導